看主人名人的公信力成为诈骗集团的利用工具 相识财经的名人谢金河就遭到诈骗集团冒名来利用 让不知情的投资人来受骗 甚至连新闻主播张亚晴也曾受害 私人脸书遭到了嫌犯冒用 贴文要卖手机而且有民众受害 张亚晴赶快到分局来报案 呼吁民众要小心求证 秀出在警局外报案的照片 殖民新闻主播张亚晴警报私人脸书 找到不明人士盗用还大胆贴文贩卖手机 就怕民众受骗主播张亚晴立刻报案 要嫌犯喝打卖灶 下方更有粉丝主动联系诈骗集团 不料却被对方封锁 一定要严刑重罚 那民众真的很无辜 像我自己遇到这个情形我去报案了 我也警察说你要不要控告 我说我也控告了 但是没有用 他根本抓不到 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政府要非常的重视 然后大家要非常的小心 就是看准名人名号容易取信民众 除了新闻主播金融财经领域大佬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也曾遭茂名利用 以投资黄金理财课程 吸引投资人加入群组 不过这通通是诈骗 铁门大开远景指导黄龙逮捕诈骗集团成员 因为他们涉嫌在网路上架设 假卫福部确诊者的纾困网站 以调语简讯对不特定人士发送假讯息 有不知情的民众上网填写个人资料 以及银行账号后 身份遭冒用被申请行动支付 辛苦积蓄全被转走 根据刑事局统计从7月1号开始到8月28号 打电话到165询问 卫福部诈骗简讯的案件就有3500件 受害人多达1200多人 遭诈骗的金额更是高达6600万元 就怕还会有人受害 刑事局积极侦办将持续调查相关犯罪手法 将不法分子申至以法 据有李彩山姚家顶仓报道